本视频介绍USD-KV编程电缆使用方法 连接编程电缆,连接PRC,给PRC接上工作电源,打开编程软件 我们连接的目标PRC是KV系列 旧版本的KV系列不可以通过本电缆连接,只能用窗口电缆连接 在连接之前,我们要先设置一下通讯接口 这里选择串行,这里选择COM2 这里的端口号码必须和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号码保持一致 OK 阻止TRC 执行 已经读取成功,并且进入监视模式 在插拔电缆之前,必须撞开TRC 或者关闭编程软件 否则容易损坏端口 OK OK 感谢观看